是什么 是这儿 我醒来已经是第二日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好像是结界 难道离歌和莫莫约珍在这儿 原来是你家高官 四王妃 你总算是她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轩原丽歌呢 死到临头 还记管着别的男人 以后你也不用再弹琴了 娘娘 四王妃 别来无恙了 你今天走不了了 四王妃 你可知道这是何物 她叫弑灵珠 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拿个破球就想来控住 不行 毫无故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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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陆西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对不起殿下 师父没有保护好娘娘 她怎么了 她的崖山 煞动失踪了 陆西 带路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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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儿吗 是这儿 我醒来已经是第二日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只在附近 发现了四季难照避的尸体 都怪我 当初我应该阻止子晴的 都怪我 子晴的孩子就是主意大 你拦着也是没用的 好了 不苦了啊 四王子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 救出子晴啊 我 我 对对对对大和事 他强迫我们兄弟俩 他想要去续遇他 他说 他要寻找什么法器 可使用方法 你拦着 不许多 你不许多 你会 这儿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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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不要 我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殿下请放心 南昭一直用焦族保卫海岸线 我金焦一族虽然已经没落 但毕竟是焦人族的王族 焦人遇到我们不敢造次 尽管焦给我便是 好 名字 卑职在 传我的命令下去 北疆的虎军加强防守 确定要保证北疆的安稳 这样在战时 才能够解决咱们的后顾之忧 是 四王子 我也要给你上战场 你不能去 此行不在 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 你乖乖在府中等着 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 知道了 是我救了你 这是在哪儿 央山 央山 你为何带我来这里 东陵太子果然傲慢 我可是救了你的命 你竟然连声谢谢都不说 你救我 你到底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结界师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被身体里的结界封住了元气 才可以存活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当初你被封印元气的时候 唤醒了体内的五行之源 使你的功力大涨 你没发现吗 五行之源 对 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气 有五行幻化 只依附于天选之人体内 千年难得 而你 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没想到跟踪韩子晴他们来西里 竟有如此收获 我不能把你再说什么 你是因为这个才救我 聪明 千年难得的五行之体 若不好好加以利用 岂不辜负了上天的锤爱 所以你要杀了我 傻孩子 我怎么会杀了你呢 不瞒你说 我被南兆大国师下了一种咒毒 而这种咒毒 若不定期服用解药 就会令我修为尽尸 而现在好了 你的五行之源 可助我化解咒毒 冲破枝固 做梦 行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现在元气大损 没有我的帮助 你是走不出这个山洞 傻孩子啊 你是伤不了我的 别忘了我是结界师 可瞬间在自己身体上不下结界 你的五行之源我要定了 知道为什么 待我破解了体内的咒毒 就可以去干一件惊天冻叶的大事 韩子晴 你很熟吧 你要做什么 你果然对他有气 那我就更要告诉你了 待我化解了咒毒 第一件事 就是拿韩子晴猎人魁 他可是龙渊大陆唯一的孤岛血脉 也是我的另一个天选之人 你不许动他 你不许动他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 玄渊丽哥 你就自求敦福吧 你不许动他 这老太婆子 他要想避人耳目 肯定躲在那种不起眼的地方 我跟他说 那个就想 我能感觉到他在妖气 走 去看看 你不许动他 你不许动他 臭小子 你的五星之元 只剩最后一剩 但我将你这五星之元 全部洗过 你也就功德圆满 可以安心上路 我看你们手 我都不再烦了 玄渊丽哥 莫玉渊 你要干什么 殿下 你们怎么了 放开我家殿下 放开我家殿下 殿下 放手啊 白蓝正事 在里收拾你 放手 楚长太婆 我叫你放手 殿下 你不是小梦啊 殿下 你不是黑人 看着我 我是小梦啊 放开我家 放开我家 快醒去 放手 你竟然将天内的五星之人 强行催动 你 竟然想与我同归于尽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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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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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渊